设立封神榜的起因是昼王在三月十五女娲受胆之日祭拜女娲 却因女娲貌美而起了淫心 并提淫师一手亵渎女娲娘娘 女娲娘娘盛怒之下天界震荡 女娲娘娘顺应天命星舟伐昼 并命人铲截三教教主设立封神榜 但第十五回江子牙下上之际 原始天尊告知江子牙设立封神榜原委 乃因浩天上帝命十二先手称臣 古三教并谈设立封神榜并编成三百六十五路正神 那么浩天上帝到底是谁 为何他能命令身为大罗金仙的原始天尊 太上老君和通天教主设立封神榜 他们为何又乖乖地听话呢 浩天上帝到底有何背景和来透 其实在很多民间传说和古典居住里都有他的身影 例如西游记中他当时被尊称为玉皇大帝 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权地位高高在上 那么他为何要命十二先手称臣呢 又为何要设立封神榜呢 因为在封神榜设立之前 天庭中神仙有限 虽然他拥有地位 但是手下却没有可用之人 而且真正有能力的神仙 都有各自的仙山神符 不受浩天上帝的统派 真正的可以说是自立山头 浩天上帝想让皇权权力至上 统一管理各级神仙 所以就通过女娲娘娘 让三教教主将他们手下的各路神仙弟子 送上封神榜 纳入天庭的管辖 并设立各种天条辖制他们 那么为何他有如此高的地位呢 能让女娲娘娘听从他的吩咐呢 民间传说浩天上帝也是凡人成仙 经历了无量大劫才有了如此的地位 所以即使是上古正神女娲娘娘 也得听从她的吩咐 更何况是太上老君原始天尊和通天教主了 就只能把弟子乖乖地送上封神榜了 关注我 探索中国神话的奇幻世界